所以剛剛部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如何做那個 就是這個狀態 進度的狀態列 或者叫狀態條 那做法上一 插入一個 這個表單 然後再來表單裡面會有一個Label 名稱叫PB啦 所以你大概照這個順序做應該就沒錯 接下來的話 再來在哪邊撰寫程式呢 在User Phone的Activator 這個我前面好像有講過 那做法上接下來就是 直接在表單上 我習慣在這個空白的地方點它兩下 它會跳出預設是Click啦 有沒有 就是你被點擊了 表單被點擊 那請你把它改成世界名稱呢 改叫Activator 當它啟動的時候不是讓它點擊喔 如果當點擊的話 它點一下才會變動那不對啊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Elevate 那請你把這個 這個事件Delete掉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我是直接把什麼 把 這個剛剛的那個 新增下載的那一段程式嘛 直接就是 剛剛那個新增下載這段程式嘛 直接把它複製 貼到哪裡呢 直接貼到我們的表單的Elevate裡面 那加上幾個地方喔 我大概加兩行 一行是 PB歸零 當你PB歸零 它 乾脆把它放上面算了 反正我貼上那個程式 然後呢 在上面呢 加 加什麼呢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大概只有加幾個地方 就是加頭跟尾 頭加上PB的WIS 等於零 然後尾巴的話呢 就是當它跑完之後 把那個Home呢 給隱藏起來 因為如果你不隱藏的話 它會一直跳在那邊 反而怪怪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流程是這樣呢 那在那個我的Module裡面喔 寫一個什麼呢 寫一個啟動表單 所以在這個Module裡面呢 我寫上一個那個啟動表單的一個程序 那當我啟動表單的時候呢 Home.Show嘛 我剛好已經寫過了 我看是不是寫在 這個把它刪掉了 不然重複的東西太多了 啟動表單 那我剛剛好像已經有一個啟動表單的 按鈕在這裡 我看一下它的位置 按右鍵 編輯一下 我把它放在比較中間的地方 那Home.Show 所以我按一下它之後的話 那如果大家你要針錯 你可以知道 游標放在這邊好了 充斷點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按一下 啟動表單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先它會啟動了嘛 PB Wiz 等於零 OK 把它變成沒有 OK 那就是它現在這個狀態條 它裡面完全是還沒有進度 一樣什麼呢 所以中間這一段基本上就是剛剛那一段 我只把它貼過來而已 然後一樣 Code 刪除 所以把舊的刪掉 這個都固定的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再去抓 這個X跟Y 其實也是直接從那個工作表裡面 第一個工作表裡面去抓 內骨名稱 水泥 跟它的網址 那一樣 新增之後 最後的話 就是去下載 這個動作都一樣 差別只是在頭跟尾而已 所以這個 這個 表單 裡面可能會需要注意的 第一 新增 表單 二的話呢 把那個狀態條做上去 那你程式該寫在哪裡呢 記得是寫在 User Phone的 ADIFACE裡面 那只有補兩行 頭跟尾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是在 頭跟尾 一個是 設定它的那個狀態條 等於0 最後把那個表單給隱藏起來 這樣就做完我們要的結果了 大概這樣 前面有做過 那另外就是說 它的算 還有 還有這兩行 可能 就是 更新它的狀態 PB的位置 等於什麼 這個好像上禮拜有講過 I 減1 乘上 400 除以 幾等份 所以把R減掉1啦 因為那個標題 那個藍 名稱不算 不過 我前面好像講過了 其實這個瓜糊其實是可以不用的 這個加跟不加 好像結果是一樣的 OK 然後最後記得要repaint它 如果你沒有repaint的話 它不會 重新幫你更新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 有關做這個表單的更新 那 剛剛同學有提到過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 可以做一個所謂的那個 放在單一個 而不是 放在多個 剛剛是 一個水泥 放一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什麼 水泥放在 第一個區塊 第二個區塊的話呢 它可能是 第二個類估 食品 食品就放在水泥的下方 OK 然後呢 水泥放完之後呢 再放塑膠 有什麼方式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 在 也許你可以思考一下 這額外的題目 批字下載 單個工作表 所以那個邏輯 也許可以想想看 這個我也花蠻多時間 也是大概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邏輯 第一個是怎麼樣 一樣 要先怎麼樣 我們組行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我的做法 一樣是 去刪除舊的 然後 再來就是 增加一個工作表 名稱叫下載 我就不是要水泥 反正所有東西放在這邊 那可能 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說 你到底應該放在 第一個放完之後 再往下 你就要 可以像用偵測的吧 向下偵測 增加一個 有沒有 跑到最下面 然後再 下一列 這好像前面有講過 所以這個我們來看一下細節 大概 跑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當然 第一個一樣是for I 這個 不過 可能會需要注意的就是下載資料 我一樣取得水泥 取得它的網址 然後呢 取得二指的是第二個 所以下載 所以這邊你可以把它改成 這個可以改成什麼 下載也可以 就是 確定是 切到那個 下載的 然後先確定一下呢 A1是不是空的 那為什麼要確定A1是空的 如果A1是空的話 那表示呢 他完全沒有放任何資料 那沒有放任何資料的話 那就是 從 R等於0開始 這個R指的是 從哪一列開始 OK 所以 應該是 R指的 裡面有沒有 任何的資料 等於0表示沒有任何資料 沒有任何資料 那我就從第1列開始 幫我放 反之的話 就是向下追蹤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讓它往下 現在沒有嘛 所以 A1空的 然後 再來呢 建立一個什麼 股市下載 股市下載 底線 單個工作表 傳遞什麼呢 兩個東西 一個是 網址 Y 這個跟前面那個 股市下載很像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個R我把它加1啦 因為現在是等於0 加了1就等於1 意思說 放在 哪一列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是完全沒有 那我就把它加1 從低列開始 所以 傳過來 這邊有個 股市下載的 共用程序 裡面最大不一樣是 後面有加個 列數 OK 那主要是從這個地方 去變更什麼 特別注意喔 Distination 所以呢在那個什麼呢 Credit Table裡面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它的一個參數 叫Distination 那Distination就是說 你現在要把下載之後的資料 放在你這個工作表的 哪一個儲存格 預設我們選的時候有沒有 是A1啦 這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就是 你錄製聚集的時候 資料裡面有一個所謂的那個從Wave 你把它貼上某一個 資料 把它貼上某一個網址之後的話 比如這個地方把它貼上一個網址 到之後 那你錄製的時候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個地方呢 賄賂的時候 它會跳出什麼的 你要賄賂到哪個儲存格 有沒有 實際上呢 這個地方你給的就是 Distination的那個參數 那這個參數呢 將來你也可以變動 如果說你要把資料 再往下放 往下放 那你可以 透過這個地方去更新 關鍵的應該是在哪裡呢 關鍵應該是 比如說原來是A1對不對 那你可以再往下 再往下 A13 所以你會發現 工作表名稱 跟欄 跟欄是一樣的 最重要是後面這個數字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去變動什麼 變動它應該放的位置 它就可以一直幫你下載 放在它的後面 放在它的後面 所以 比較重要應該是在這裡 所以請各位 這個地方 再稍微了解一下 下載到那個 就是 後面這個單 單個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就是 把 這個下載的 列數 增加一個什麼呢 這個 n的列數 就是 下載到 其他好像都沒什麼 沒有 變動 所以這個我想各位可以 試試看好了 那 這個完成之後的話 待會請各位 再 看一下那個下一個範例 因為這個 這個 固然是可以的 可是這個 QRTable的缺點 就是速度太慢了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當然有 你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這個 用 H 這個什麼 xml HTTP的這個 物件 去 匯入什麼呢 台銀的外匯資料 比如說我舉這個例子 這個 速度上 就會快很多 所以你把它打開之後 那我這邊 就會稍微介紹一下 使用這個 Xml 物件 第一個怎麼樣把這個物件 引用到VBA 就有點像外掛 可能本來 這個 這個物件的不存在於VBA 但是我要用 要能夠讓VBA 具備有 存取網絡資料的 這樣的一個功能 就像前面我們有存取資料 固有引用到ADO 有沒有 ADO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外掛 各位不曉得還沒印象就是 怎麼把它引用進來 前面有沒有還 還具備有 叫Create object 的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透過Create object 把這個物件 引用到VBA裡面 那只是說使用的方法會不會很複雜 不會啦 你得要掌握要訣 我們大概呢 會用到幾個方法 當然我DEMO一下 基本上 我們假設希望能夠快速的把什麼 把那個像台銀 外匯的那個資料 裡面的這些 現金跟集齊的匯率 我希望按個按鈕自動幫我就可以快速的直接 下載到網 下載到我的那個 Excel裡面 當然你也可以用 剛剛講的用Create table 不過呢 這裡我們就換另外一個方法 用 XML HDV的那個物件 那怎麼抓 我想 待會我們再來看 裡面大概 有分成 1 2 3個階段 怎麼做待會再試給各位看 這個部分的話 會快很多 畫面先